- 離開發射管一段距離才點火啟動 標槍飛彈立刻直奔目標而去 順利命中 用於反裝甲的標槍飛彈 具有橫外線熱成像導引功能 機動性高 可由人員攜帶或車輛載運 但加上8公斤的飛彈 總重量高達23公斤 - 雙手前將標上肩 必須雙手拿起 才能將飛彈迅速俐落地扛上肩 標槍飛彈已經在國軍服役 將近二十年 最近更在烏鱷戰爭中 大放異彩 陸軍也難得曝光 標槍飛彈的訓練過程 運用室內和室外不同的模擬器 建立各種仿真戰場 及接戰情況 讓國軍弟兄能夠精準射擊 不過要成為一名合格的標槍飛彈射手 可不簡單 除了必須學習機械訓練 還要射擊預期和射擊訓練 士兵要訓練一百三十六小時 事關得再多受訓 一百一十九小時 複雜的高科技武器恐怕無法像是電玩 路上撿到槍就能使用 還是要有扎實訓練才能徹底自身 華視新聞全身全機梁高雄報導